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月16号星期二 这段时间有好几个朋友跟我建议 就说大陆有一部谍战剧 一部间谍题材的电视剧叫《风筝》 近期很火 希望我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然后我就接到了这个作业啊 周末的时候我就去恶补了一下 在YouTube上找出这部电视剧完整的看了几集 它一共有51集 我确实没时间全部看完 所以只是完整的看了几集 剩下的呢就是连拖带拽的跑了一遍 走马观花的跑了一遍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其实最近几年 大陆的间谍反间谍题材的电视剧 总体上都还是比较火爆 了解我这个节目的朋友啊 可能知道我有一个思维特点 就是大家提醒我关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通常我不会把眼光紧紧放在这个事情本身上 我会先去看这个事情它产生过程是怎么样的 所以今天呢还是这个思路 咱们先说这些谍战剧是怎么活起来的 这些谍战题材的影视作品 首先啊 我认为它们确实能够体现人们在极限压力状态下 那种复杂的感情 就是间谍 它是一种极富压力的生活方式 但同时间谍的生活状态 它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是有一定普遍性的 它是在真实的社会生活当中有它的基础的 文艺作品它要活起来 它必须有很强的代入感 才能够把读者观众的情绪给拽进去 黏着观众离不开 它要能够把读者观众的情绪代入 它就必须要有一个移情作用 移情就是转移感情那两个字 移情 就是人们要能够在角色的性格 它的生活轨迹 行为方式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从而在角色和观众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就是这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 然后观众就会不由自主的脑补 如果这一刻我就是这个角色 接下来我会怎么做呢 所以他就会被这部作品牵着走 忍不住追着要看 所以追剧追剧就是这么来的 那这个文艺理论的事情咱们不多说 假如我今天说 中国大陆当前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它和间谍的生活方式就是相接近的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夸张呢 那么间谍的基本生活方式是什么呢 用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面具下的人生 间谍通常它有一个公开的身份作为演示 就是它有一份虚假的公开生活 同时呢 它有另一份真实的秘密生活 它需要灵活的周旋于虚假的表面身份 和真实的秘密使命之间 这种生活方式的割裂 也会造成人内心情感的割裂 其实它对人的心理伤害是很大的 比方说啊 当今中国有不少男士 他有一份名义上存在的婚姻 他和他的太太初双入对 经常共同出席朋友的婚礼啊 学校的活动啊 就是孩子学校的活动啊 等等公开场合在这些场合秀恩爱 拍下了照片 还传到微信朋友圈上 这是它的公开生活 可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情人 它经常以各种理由撬家 实际上是去和情人优惠 它的真实感情 其实也是在这个情人身上 这是它的真实秘密生活 它每一天都周旋于虚假的婚姻面具 和真实的秘密情感之间 那你说他的生活状态和间谍的生活状态 是不是很相似呢 这种相似其实也体现在很多具体行为上 就是他干的事和间谍干的事也是一样的 比如他为了不让身边的人产生怀疑 于是呢 这种掩饰就成了他的日常任务 他要巧妙的设计各种理由 不让他的太太产生怀疑 他的手机上要删掉所有可能泄露实情的聊天记录 要营造一个假象 让他的家人觉得他每天都是在为家庭而奔马 其实他所谓的加班时间 都是花在了与情人优惠上 为了达到这个掩饰的目的呢 他甚至不能单独作案 还要发展他的间谍网络 得让他的哥们和他一起合伙 来帮他欺骗家人 比如他去和情人见面的时候 他得有bank up 对吧 得有支援团队 他太太打电话查岗的时候 他的哥们能够挺身而出 帮他掩护 说你找你老公吧 刚刚我们几个同事出去喝酒 他喝多了 今晚回不来了 你看得有这样的支援团队主动帮你掩护 甚至呢 他还得练出一声过硬的侦查和反侦查的本事 就像风筝这部电视剧里面的 《君统六哥 郑要先》一样 当遇到意外突发状况的时候 他能脸不红心不跳的编出一套瞎话来 磕巴都不能打一个 比如他今天回家晚了 第二天早上呢 他太太给他整理衣服的时候发现 咦 怎么这个衬衣的肩膀上有一根长头发丝呢 怎么这领子上还有个口红印呢 这种时候某些人他就能做到这一步 他特别真诚的看着他太太 眼神一点都不躲避 然后用非常自然的语气说 哎呀 昨天晚上我们办公室聚餐嘛 我们办公室那个小丽在KTV包间里面唱歌的时候 K歌的时候喝酒喝多了 所以搂着我们每个男同事非得让我们跟他合唱一曲 就是那个时候蹭上去的 我查到有个数字 就是2016年中国离婚的10强城市 就是离婚率最高的排名前10的城市 北京39% 上海38% 深圳36.5% 广州35%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大城市 离婚率都在35%以上 而在离婚的原因当中 由于外遇和第三者差足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占离婚理由的74.6% 就是差不多四分之三 也就是说在北上广深这四个大城市里 大约有40%的夫妻是过不到头的 都会离婚的 离婚的人里面又有四分之三是由于外遇所导致的 因此大家大体估算一下 40%乘以四分之三 就是30%的已婚人是有外遇 大家注意啊 我这只是说离婚人群里面由外遇导致的 不离婚的人他未必就没有外遇啊 只是由于他各种原因 什么房子孩子等等吧 这样的夫妻最终选择了包容配偶的出轨 不离婚而已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长期就维持着秘密的这个真实情感 一直没有曝光他的外遇而已 因此我只是保底的说 最低程度 北上广深30%以上的已婚人士有外遇 那还说什么呢 那中国的国安情报部门 你直接在这个人群里面海选间谍就完了呗 这个人群你只要加以适当的筛选 就能发现大批具备情报人才潜质的人 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像我们上面所描绘的 他周旋于虚假的公开生活和真实的秘密情感之间 所以间谍的行为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所以你只要把他们招募进去 前面的那些培训都可以省了 刚才讲的还是家庭生活 其实谍战剧的情节还融入了很多人工作和其他的生活领域 比如说不少人一边上着班 一边还开着自己的公司 偷偷的把自己所供职的那个公司的业务 转移到自己私人开办的公司里去 把自己供职的那个公司的资源转化为自己的私活 你看他同样也是周旋于一个假面具的身份 和真实的秘密生活之间 同样他也需要练就一身过硬的侦察和反侦察本事啊 他得掩盖好一切蛛丝马迹 不能让自己假公济私的运作 被自己的同事和上级发现了 当然了还有不少人是同事戴着几个假面具 有好几份真实的秘密生活 他既利用公司的资源干着自己的私活 同时又背着妻子 在外面有情人 所以真实和虚假的割裂表面和私下的反差 存在于他生活的好几个方面 时间一久了 他也搞不清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假作真实 真意假 所以掩饰已经成了他一种自然的反应了 咱们上面说的还是普通人 要是到了官员这一层 那就更不知道复杂多少倍 他要准备的假面具 至少得有一副扑克牌那么多 对吧 他有几十个情人 得让每个情人都认为自己才是他的挚爱 同时他还有老领导、新领导 有一堆需要奉承的人 他要每个被奉承的对象都能感受到 他献上了唯一的忠心 所以你看这个活的技术难度多高啊 正因为这种掩饰、欺瞒和精打细算 成了当今许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在谍战剧当中找到了共鸣 觉得这个间谍人物的生活呀 在如此多的层面跟自己相似 于是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这是谍战剧大行其道的社会心理基础 既然有市场受欢迎 那当然投资方也愿意拍这样的戏啦 于是通过人群的互动和感染 就创造了更广泛的认同效应 那说好的人多了 当然愿意去看的人就更多了 刚才讲这么多呢 好像是借这个谍战剧来批判当今中国的社会啊 当然回过头来呢 也得说几句好话 就是说风筝这部电视剧之所以成功 那我觉得它确实有很多艺术元素处理的比较好 人物的遭遇跌宕起伏 它的俘获瞬间变化 所以揪着观众的心 同时这个编剧的心思很细密 情节的铺垫发展层层展开 既严密又常常出人意料 所以对于那些喜欢做思维体操的观众来讲呢 是比较有吸引力 这两年的趋势啊 我观察啊 就是这个斗心眼子的烧脑型的影视剧比较走翘 你看那个风靡一时 人人都说好的狼牙榜 就是这样的 胡歌演的那个病诸葛梅长苏 他设计的计策是一记套一记 整部戏就是编剧展示他高超智商的过程 大家都说看得很过瘾 已经有好几个人给我推荐了另一部电视剧 叫做大军师司马仪军师联盟 我还没来得及看 因为朋友们给我布置的作业太多 我还一时完不成那么多活啊 还没来得及看 但是我估计呢也是这一类的 刚才我们说谍战距离所体现出的 功于心计掩饰背叛体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当然你光批评中国呢似乎也不完全公平 其实西方社会也存在着类似的趋势 你像那个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 对吧 那也是贯穿着阴谋背叛 斗心眼子 全世界的观众也是大呼过瘾 但是要说日常生活的谍战句话 那我还是得说西方社会远不如中国大陆 虽然西方的大城市离婚率也很高 不过他社会上层人物的假面指数 就是他揣着有多少假面具 他的生活当中有多少比率 是周旋于假面具与真实生活之间 这个假面指数应该说还是比不上我党干部的 西方政商精英他有一两个情人他就顾不过来了 他那点智商就玩不断了 那我党干部经常能周旋于几十个情妇之间 还游刃有余 这一点他们是万万比不上的 所以掩饰伪装的本事 对于西方人来讲他们是望尘莫及的 同时社会风气氛围也有差别 最近西方社会兴起了一个运动叫做MeToo 就是职场女性勇于站出来揭发自己遭遇过男性同事 男性上级性骚扰的经历 结果就有一大批名人中招 这些什么媒体的精英啊 什么政客看起来道貌而然的 结果被揭发他们曾经对自己的女同事 女下属上下其手搞过性骚扰 但是这种事情你要放到中国去呢 估计不会有太多人当回事 在普通人当中啊 西方他的整个社会的诚信氛围要好于中国大陆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会有一些小粉红梗着脖子不承认 这个我也不打算说服他们 这是一个基本经验事实 你在海外生活过一段时间都会有这种感受 同样是华人的孩子 在欧美长大的和在中国大陆长大的 差别你光看眼神就能看出来 出国时间长的华人朋友呢都有这种体验 就是当有一大群东方面孔的人走在街上的时候 哪些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接下来再来说风筝这部戏本身 我看到有些网络脱口秀节目已经做了剧评 谈到了党性和人性的问题 也许有朋友呢还不太了解这部戏 简单的说这部戏的男主角 国民党军统王牌特工郑要先 是共产党的卧底 戴号风筝 女主角共产党的王牌特工韩冰 结果又是国民党的卧底 戴号影子 所以整部戏的主要矛盾线索就是王牌对王牌 互相要把对方的真实身份给挖出来 就这么一个斗心眼子的过程 在较量当中因为是一男一女嘛 结果又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这是所有这个影视剧的老套路了 于是两个人最后都知道了对方的真实身份 那就要面临着一个选择 是完成任务呢 还是服从于爱情呢 在这个戏里面呢 男女主角各为其主 可是从反右到文革 他们又都待在中国大陆 同样受到严重的迫害 在逆境当中他们又互相照顾 相濡以沫 所以可以说是患难真情 最后男女主角都发现了 对方就是自己一直想挖出来的那个敌对特工 那男主角呢就要想 哎呀我这个恋人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工 要不要逮捕他呢 最后男主角选择了党性 牺牲了爱情 男女主角在倾诉中场以后 女主喝毒酒自杀 所以是党性最后战胜了人性 就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讲解这部电视剧的同时 我给大家推荐另外两部电影 是美国的谍战片 都是男神布拉特·彼得主演的 一个是他和Angelina Julie夫妻联媚出演的那个史密斯夫妇 大家都还有印象了 还有一部是2016年他和女星玛利昂·戈蒂亚 所主演的那个间谍联盟 Aligned 主要剧情也都是男女主角真诚相爱 但是他们是服务于两个敌对阵营的间谍 它和风筝的那个故事套路是完全一样的 史密斯夫妇男女主角都是杀手集团的 但是也属于广义的谍战片 当他们彼此真实身份曝光以后 这也都面临着是你要选择爱情亲情呢 还是选择所谓的组织使命国家大义 也都面临着这么一个取舍 但是和风筝不一样的是 这两部美国谍战片 男女主角最后都是选择了亲情和爱情 他们在危险当中是互相保护 不惜牺牲自己 而不是坚守什么党员信念啊 不忘初心啊 大义灭亲啊 在2016年的《间谍同盟》这部电影里 女主的德国卧底这个身份曝光了 这时候男女主角已经结婚了 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儿 男主是英国资深特工 他最后的选择是保护自己的家庭 带着妻子女儿出逃 结果在机场就被截住了 女主角为了保全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开枪自杀了 正好负责执行这次逮捕的军官 是男主角的好朋友 他就说 这个女主角是德国间谍 是她丈夫 就是这个男主角亲自执行的秘财 就是秘密裁决 秘密处决 那男主角对祖国的忠诚是没有问题的 从而就把男主角和他女儿保全下来 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的是爱情亲情友谊的获胜 是这些感情的获胜 所有的剧中人最后都是为了保全自己所爱的人做出牺牲 不是为什么组织为党去做牺牲 总结今天的话题吧 虽然都是拍谍战片都是逗新眼子 但是中国大陆逗新眼子和别的国家逗新眼子 它还是不一样的 哪点不一样呢 就是落脚点不一样 也许有人又会说了 反正你咋说都是西方的好中国的不好 你就是说西方讲人性 咱中国人不讲人性吧 我们只讲党性吧 为了堵这部分网友的嘴呢 所以我最后这一句话的总结啊 还真的就不用西方人的说法 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说法 叫做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这一句是郭殿雏简六德篇里面的话 所谓郭殿雏简 这是1993年从湖北省出土的一批竹简 它上面所记述的主要是先秦时代的儒家和道家思想 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就出自其中有一篇叫六德的文章 六德就是六种品德 那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为自己的父亲和国君断交闹翻 但是我不可以为了国君和自己的父亲断交闹翻 所以这就叫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其实呢承认为父绝君是正当的 这个就叫人性 主张为君绝父的这就叫邪性 所以啥叫人性啥叫党性 就一目了然了 这不是用西方人的话 是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话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吧 谢谢大家